受到泥沙台风直扑花东地区的影响 考量山区道路致灾风险高 公路总局宣布在29号下午3点时 封闭台9线苏花公路苏澳到崇德路段 因为它的那个正风的话会达到10级 那平均风力是7级 那已经达到那个苏花公路的风路标准 在15点就是下午3点压舞动动的时候 那进空以后全面封闭 那至于开放时间的话 我们将是风雨状况 那决定开放的时间 在今天下午的15点 对台9线的车流实施南北的 双向全面性的封闭管制 本分局呼吁用路人在这个时段 千万不要进入三期 与维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另外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 在北恒公路的台7线47.1K到60K 29号下午4点开始封路 中恒公路台8线85K到112K处 29号中午12点起封路 台9线南太玛里到大鸟路段 可能发生边坡落实 也在29号下午2点实施预警性封闭道路 台11甲线近期工程师坐中 边坡地址尚未完全稳定的情形下 可能发生交通阻断 因此台11甲线4K到16K光复到封冰间 29号下午4点全线封闭 要看30号下午的风雨规模 另行解除通知 台17线枪圆路段因为双向路面积水达20公分 29号下午3点实施道路封闭 台20线秦河少年西到复兴中期道路 在29号晚上8点开始预警性封闭 预计31号上午12点开放通车 以及台29线纳玛夏到无礼浦临时变道 11K至23K 29号晚上8点起预警性封闭 同样预计在31号上午12点开放通车 公路总局也呼吁用路人 台风侵袭期间尽量留意公路交通相关资讯再上路 接着喜故打Q宜兰南澳花莲采访报导